我的菲律宾英文老师有一次问我 一个朋友做投资做得很成功 也看着他又买车又买房 天天开party赚了很多钱 然后在犹豫要不要也去投资 所以咨询一下我 那我一听就笑了 这个东西在我国内叫P2P 在国外它可以搜庞氏骗局也能搜到 所谓的带你赚钱的 都是要赚你的钱的 首先第一 学要是他的工作 show off就是他的业务需求 不是他的生活 他真生活不一定这么光鲜 其次即使他确实挣到了钱 你真的就要羡慕他甚至学习他吗 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自己创业 自己做亚马逊 是因为我的钱帽子 做水客做走私被抓了 你看到他们开豪车 开party赚很多很多钱 你一定会觉得不甘心 羡慕嫉妒 看到别人有你没有 是不是心里不平衡呢 但是他所冒的风险是随时被抓 你还要羡慕吗 你还要嫉妒吗 我老师是那种典型的勤奋稳重型 菲律宾的人均收入不高 他能够赚到每个月 相当于人民币七八千以上 普通上班族的几倍 我看过他的课表 排得很满 有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英文好又努力 典型的励志榜样 他都能被这种创丰实话所吸引 其他人可想而知 不过还好 第一周我跟他讲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承认自己心里不平衡 第二周他就告诉我 自己完全想明白了 感谢我提醒他 帮助他免于受骗 最近我老师刚过完28岁的生日 又拿到了master degree 这才是年轻人榜样吧 前面说的那个女骗子 究竟谁羡慕谁呢 不一定吧 那说到测评 我连对选品的策略都一直在说 我是选品界的长期主义者 何况是测评呢 这边是封号关店的风险 和长期稳定发展之间 我必然选择后者呀 我想绝大多数人面对的问题 不是要不要测评 而是如果不测评 不知道怎么做 找不到长期稳定发展的路吧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 测评是找死 不测评是等死 我的建议就是回归产品 从选品慢慢再到开发产品 长期稳定发展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个 亚马逊公司CEO 发给全公司的通知 因为品牌被封 公司原定的几年 上市计划失败 现在只能开始裁员 并仅仅有条地安排了 每个部门的工作处理与交接 就像人做了父母 看不到其他孩子受苦一样 我作为创业者 看到这些通知 真是感同身受 那种感觉太难过了 人处于很群困的境地 不一定会悲惨 但人从高处跌落下来 一定是最悲惨的 如果但凡能避免 我真心不介意去体验 这种短暂的人生辉煌 最好就是稳步上升 一直有小的进步 和小的快乐 并持续 当市场上大量的人 都在做测评的时候 劣币驱逐良币 你也被迫去做测评 但是现在平台 如此的成本和决心 去驱逐劣币 必要是利好整个市场的 亚马逊是一个好平台 它不需要你去被迫测评